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这今年是个假五年 在今年的时候才刚到过了918时刻 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两岸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实弹的军事演习 而这军事演习的目的为何呢 看似我们像是汉光演习 可是大陆在西北大摩 可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空战演习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大陆打到台湾来的话 决战点在哪呢 居然会是在雪山隧道 在今天我们龙卷风里面就会来揭秘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正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立刚好 大家好 资深军事记者黄敬平 立刚好 大家好 文史学家刘灿荣 立刚好 大家好 我们注意哦 汉光三十号演习 今天P3C飞上天空了 可以注意到 在海面上 P3C它发挥了它的功能 而这项功能 也是我们台湾 求了多年 所求来的P3C 最重要发挥的一个力气 立刚这一次汉光三十号演习 国军可以说是来硬的 而且石兵石弹 一样都不马虎 你记不记得 大概两年前的时候 距离现在2012年 当时汉光 二十八号的这个 这个操演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当时讲究 石兵不石弹 什么是石兵不石弹 就动员一大堆部队阿兵哥 后备军人 还有现役的官士兵呢 结果在旁边 你碰到 真的要打仗的震撼场面的时候 你看不到那个 然后火炮整个这样子 很震撼的场面 你看到是听到 那个炮声是音效出来的 你说音效出来的炮声 那个喇叭放在那个岸边 放在那个岸提的这个旁边 那个狗啊 动物在旁边很悠闲地 在堤防上 你说连狗都不会被吓到啊 他听到那个音效爆破的 都没感觉你知道吗 今年没有那么拉差了 怎么说 今年不但十兵十弹 这样全程 而且呢 我告诉大家 他刚好 中国军的这个局势 也非常的这个诡决 而且对岸也在军演 对不对 国军的汉光演习 是年度的重大军演 你总不能比人家 输人没输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海军的 这个88艘的这个舰艇 全部出动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 P-3C 成军这一年 初始战力差不多完成 从去年录录数据 我们当初跟郎美买了 12架的P-3C版前机 我们总要验证 他的这个战力 P-3C第一次加入 验证他的一个战力是如何 那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看到 整个是海空 还有这个水下反潜的 这个联合操演 所以一开始先有两艘 猎雷舰呢 他去标策这个航道 然后模拟搜索 发现我们的这个敌军 我们对岸的这个敌军 其实他的潜舰 也是由我们海军的 这个潜舰来扮演 扮演这个模拟敌军的潜舰 假想敌 他红军被发现了之后 接着怎么样呢 P-3C呢 反潜机 他在这边一共来回 飞了四趟 非常接近这个舰队 一次比一次接近舰队 他的飞行技术令很多在场 拍摄采访的媒体 还有很多官吏官演的这个 军邦民舰人士都大开眼界 注意喔 他现在要做什么动拖 P-3C后来他就投放了这个烟镖 你看 然后烟镖投放在海面上之后 就拦起这个烟雾 然后你接着看到的是 洛克斯级的军舰呢 他近年来罕见的发射 ASROC的这个反潜火箭 他最近已经很少在展示 这样公开秀这个反潜火箭 直接打出反潜火箭了 对 ASROC反潜火箭打出去之后 这个是海军的诺克斯级的 他的这个寄阳舰发射之后呢 接着你可以看到 蓝阳舰有展示他的一个火力 马上井江舰 两艘井江舰也在那边投放 总共四枚的深水炸弹 投放到这个海中你知道吗 据我问过现场媒体采访的记者 他们所待的这个马弓舰 在那个甲板上 都能感受到深水炸弹 投到他们附近的海域 砰 整艘船你站在甲板上 在拍摄那个军演 整个震撼的场面 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震动 但是你看P3C他投放出来的 这个烟雾的标的在海面上 就可以做了一个 很好的标定点的位置了 对 接着S拐洞C 也跟P3C一样 他也投放了这个白色烟标 在海面上 然后把那个潜舰 模拟红军的这个敌军潜舰 把他给逼出水面 就是要逼出水面 代表成功裂煞他 那大家会觉得说 P3C你有武力 为什么要去放一个白色的烟标 我告诉大家 P3C到目前为止呢 还不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完全体 也就是说 他有这样的一个侦测搜索的功能 但是他目前还没有装上 深水炸弹 鱼雷水雷 都是一步一步 到时候全部到位 包括我们深水炸弹 不会只买这个50公尺 我们希望 因为现在潜舰动不动 就潜到100公尺深 我们希望买更深的 你才有他一个整个武力固 将来全部装在P3C上面之后 P3C以后不只能够指挥 还有配合其他的一些 这个载空机跟水面舰艇 一起协助猎潜舰之外 他自己的武力也足够 令水下的这些潜舰 让他们感到被猎杀的威胁 等于如果说P3C 他拥有这些反潜武力的话 他等于在第一时间 就可以猎杀海下的潜艇 对 所以今天还有看到一个 我们这个在联泳超游 在屏东这边举行的 因为刚刚我前面提到说 美国现在有这个 因为忧心中国大陆的 这个海陆两栖的 这个登陆作战 实力越来越强了 所以现在就模拟说 海上超游完了之后呢 如果共军从海上来犯 下一步进行登陆作战 就是用联泳超游来反制 他反登陆的一个作战 除了陆军的M60A3战车 各式的装甲车也出动 海军的舰艇也有 IDF跟F16更是不要讲 掩护这个反登陆的这个 有国军 然后去对方对抗 那种一个敌军 在摊汗的这个殲敌作战 然后接着你可以看到 各式的装甲车跟这个战车 都往这个 在陆地上做一个演习 还有包括AH1W 这个眼镜蛇空体直升机 它的机首的这个 机胖 进行这样一个扫射 UAV的无人机 也开始发挥它的作用 进行海陆空 3D的联合夹击反登陆 来展示国军 有固守台湾本岛的作战能力 蝶有操演 可以注意到 这科目里面是反登陆作战 但是呢 台湾本岛里面的东部地区 哪里是最容易登陆的呢 宜兰 因为宜兰登陆之后呢 只要通过雪碎 就可以进到了首都台北市了 所以呢 在宜兰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最重要的 反登陆作战点了 而雪碎保卫战 也是我们的演练科目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精髓 我们现在看 整个台湾西海岸的登陆区 除非中国大陆 它拿下了高雄跟基隆 或者台北港 可以把兵援源源不断的输入 这是一种想定 那第二种想定 如果它正式要规模 大规模的登陆 台湾西海岸根本不适合登陆 为什么 只有营级部队可以登陆 因为台湾的西海岸 是一个宽直行的海岸 宽直行的海岸 它只有营级部队登陆的能力 那台湾西河登陆的地方是在哪里 是在哪 宜兰 宜兰 为什么反而是宜兰呢 宜兰可以是有一种私企 因为宜兰它面向的是什么 太平洋 当它面向太平洋 它进入一个深水区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上来 直接上来直接上来 而不像在西海岸登陆 因为你只要是营级兵力的话 你很容易被我们的打击里就地歼灭 因为第一波登陆上来一定是青庄 那它选择在宜兰 就是说中国大陆有运二十 它也掌握了自空自海权 它用迂回的方式从宜兰过来 从宜兰过来 对台湾来讲 尤其台北来讲 危不危险 当然危险 在蒋介石 蒋经国 李登辉时代 各位晓不晓得 宜兰为什么要放那么多部队 有三种不同的部队 都放在宜兰的周边 第一个是新店 那第二个是哪里 南港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就在北恒的路口 北恒的路口 所以它有三路大军 我们现在来看 中国大陆运二十的部队 它第一波部队 一定是空降特战部队 它空降特战部队 它主要的目的 是要直取台北 它直取台北 如果从宜兰进攻的话 我的想定是宜兰进攻 宜兰进攻的话 也就是说从宜兰进来 我听过水碎之后 我快速的部队 在60分钟之内 我就进到了台北城了 除了水碎以外 各位看 这里也是宜兰的利则 好 我们就以利则为一个中心 它一定要先控制水碎 那控制水碎 它主要的目的 它就是长驱直路台北 对不对 它长驱直路台北市 然后后面陆战队登陆 跟步兵 就是接踵而来 那它空降兵的运用 所以这三个兵手 加起来有一个师的兵力了 差不多一个师 除了一个师的兵力以外 它更重要的是说 我已经掌握了制空次海权 然后我要跟你进行 叫做陆地决战 它只要占据了血税 好 那问题来了 它上 马上到台北 另外一条路 是滨海公路 还有一条是北恒 还有一条是北恒 还有一条 那这样就三面夹击 把这台北城给包围了 它主要 北恒的话 就到台中 它到台中的话 就是阻止你的冰原北上 然后我只要在台北市 来决战 那最快的一条路 是哪一条路 那当然是血税 好 它进了血税的话 那现在也有两个想定 一个想定是台湾 要不要破坏血税 那我问大家 那当然破坏啊 我只要把血税的洞口 给炸掉 不就根本过不来了 你把血税炸掉 没有关系 它过不来 你也进不去 是 所以呢 没有用 那台湾现在就想到了 一种方式 好 我就让你进入血税 好 我的冰推 就是让你进入了血税 让你进入血税的时候 那这样不就直接 可以攻进台北城了 未必 怎么说 我只要把血税的通风口 全部都给堵住的话 通风口 通风井啊 通风井 我们不是看到有很大的 通风井都有的高度 达3000公尺以上啊 3000公尺 然后我只要把通风井 关闭的话 对不起 隧道内的温度 隧道内的温度 高过50度 也就是说部队进到里面 反而就变成火炉一样 在隧道里面燃烧了吗 除了像火炉一样 那更重要的 它缺氧 然后我通风口 可以放点什么 放什么 氯气啊 或者其他生化 你说放一些生化武器 对 那这样子可以火火闷死 这样子来犯的部队了吗 对 它就可以把部队 给困在血税里面 让你进退不得 而我们就从信义支线 这个地方直接进来 信义支线直接进来的话 我们的云豹战车 就可以马上进驻到血税 然后把这个特战部队 完完全给歼灭掉 一旦歼灭掉的时候 那你陆战队跟登陆部队的话 怎么办 只有在外海 只有在外海 那你纵然登陆 你也不能运用水税这条路 你就必须逼迫 你要从滨海公路 北夷公路或者北恒 这样子作战 这样子作战的话 兵力分割使用的结果 纵南登陆 你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是为什么东部 会选择在东部进行演习 因为只有东部的海岸 是适合 10级以上的部队登陆的 有没有注意到 原来这条血税交通便捷 但是在战争的时候 变成一个兵家避震之地了 不过在我们现在 汉光30号演习 正在进行的同时 中国大陆的空军 现在也正在做 大规模的这种演习 而演习地点在哪呢 西北大漠地区 数量达多少 达百架以上的战机 在天空中翱翔 而这较劲的异味 你有没有嗅到 好浓啊 是立刚 我们最近正在举行 汉光30号 那美国呢 刚好也在进行 2014勇敢之盾 其实跟我们刚好是同一天 那正在我们 在自己演练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E2K 可以在民雄战备道上起降 是 表示我们国军 看来大家对国军应该是 有充分的信心 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 他们中国大陆 也在西北那边 举行他们自己的军演 同步他们的军演 而且你知道 他们规模比我们大得多 你知道 因为他一次动员了 将近100架战斗机 这么多啊 对啊 他的苏凯27 还有他的尖狮 那这样是一种 较劲因为太浓了吧 对啊 就好像是针对我们 而且这个将近百架 这个数量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存在 什么样的意义 因为你知道 现在当然 中国大陆有好几千架战斗机 数量优于我们 十几倍 二十倍啦 当然他们能够在质量上 跟我们的幻象2000 跟那个F16对抗 还有IDF对抗 大概也有500多架 就是他差不多 跟我们同级的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数量远优于我们 可是问题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台海上空这个空域 总共大概 你敌我双方加起来 能够在这空域上面 进行战斗的战机 在同时间 大概最多只有200架 你是说 在我们这个空域上空 能进行空战范围的数量 大概在200架而已 因为理由非常简单 为什么 现在都是 如果飞机全部排埋的话 何止200架 是 但是问题是 现在都是超音速战斗机 我们不是在那边 下向其一个一个 摆在那边就好 大家都用这么高的速度 在飞行的时候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网状里面来说的话 就只能容纳200架的子飞机吗 你如果这么密集 你数量再多的话 大家我跟你讲 连打都不用打 你飞弹也不用发射 因为你大概直接互相 你稍微拐个弯就撞到别人了 因为那个太密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空域 大概以现代的超音速战斗机来讲 大概敌我双方 大概各个排出100架 就是同时 同时能够在台海上空 我们的空域上空 就已经布满了飞机了 是 就已经布满飞机了 大概作战的空间 就非常有限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要知道 其实你E2K管不管自 其实意义就不太大 如果真的当双方 都全部动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因为E2K本来目的是在敌方 还没有接近你之前 我先预警 先告知 然后让我们能够做出对策 那如果双方都已经在台湾 就等于没有使用用武之地了吧 因为你在台海上空 如果都已经到了的话 都已经到自家门口 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所以呢 这一次中国大陆他们军演 要什么 他是非常全面的 不像我们有点展示性 表演性的性质 他们是什么 你干扰 整个干扰跟反干扰 他全部都测试 然后呢 超视距 就是视距外 视距外这样发射飞弹对决 然后中距离的 甚至近距离的 甚至缠斗 他全部都演练 所以就是说 所有的战机的飞行演练科目 全部都含在演习当中了 甚至连发射诱导弹 这些东西 让你 他就模拟 他就是怎么被敌人攻击的时候 你怎么闪避 这种超机动闪避的动作 他们全部都在模拟 那等于从这个目视范围之内 一直到视距之外 全部都在他们演练科目了 其实表示什么 你知道 我觉得他们在演练 万一真的 台海之间发生战斗的时候 他们要 全方位的 怎么样去对抗 我们的空军 那你要知道 中国大陆 他要打台湾 其实非常简单 他不可能一开始 就先派战斗机来 因为我们的 你要知道 包括台湾 包括中国大陆 在对岸这个地方 我们的大概防空飞弹 大概是全世界 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所以敌方不可能 直接派飞机过来 因为派飞机过来 太危险 很容易被人标靶 因为你知道 现在飞机是非常贵的东西 所以他们一定会怎么攻击 怎么攻击 还可以先发射导弹 也就是说 我用导弹先来饱和攻击吗 对 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 我先把你的机场 跑道这些东西全部炸光 把你的防空飞弹阵地 全部瘫痪 这样子我的飞机才能够过来 因为这样对我的飞机 威胁性很小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这些基地 都被他瘫痪掉的话 所以才需要高速公路的战备道了 对 那这时候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战备道 已经连 我觉得将来 万一真的发生战斗的话 高速公路大概也是 中不到一个目标 因为战备道也是一个 打击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会攻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情势对我们非常严峻 而且不要忘记 他们是有航空母舰的 他们到时候不是只有从 西部来 他们可能会派航空母舰 舰队的战斗群 绕到太平洋里头 从那边再对我们 东部发动攻击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那这种情况下 国军弹也有对策 国军要对策什么 很简单 就是万一一旦发生战斗的时候 假设敌方的战斗机 或这些东西过来 那当然我们的防空阵力 要先挨住第一次的打击 就是你不能被他的导弹消灭 那再来呢 敌方如果派空军过来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防空飞弹阵力 就要赶快发射飞弹 能够尽量把他们的战斗机 打下来多少 就尽量打多少 然后我们自己的战斗机 要干什么 要做什么 要往东部逃跑 你意思说我们要做战力保存了吗 对 我们不可能先在那边跟他拼的 因为这样对我们来讲 小时代 你要知道敌方有三四千架战斗机 你怎么跟人家拼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然要保存实力 因为我们深圳土地战机 大概只有三百多架 因为人家数量实在太多了 他用以寡击这种方式来打 很容易就把我们给打垮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全部 往东部策队 因为借着中央山脉的屏障 然后挡住这个地方 不要尽量能够减少损失 然后以东部做一个反攻击力 然后E2K我们就 甚至E2K你停留在 点在太平洋这边 然后尽量去做这些管制 然后敌军只要赶过来的话 我们就使用超四巨的飞弹攻击 尽量能够把他们打下 都要打到多少 而且说真的 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 所以也就是我们避免残斗 对 然后我们要尽量拖也是 因为残斗对我们来讲完全不利 因为敌方数量远大于你 以残斗 就算以我们大家训练相当一样的话 假设你是1比1交换 甚至就算1比2交换 你跟他们来讲 跟中国大陆来讲 我们都不值得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尽量的拖延 然后尽量的想办法能够打 打下中国大陆的飞机多少 就尽量打多少 最后是要等美国来救援 当然我们只有等这一招 因为不管再怎么样 以数量跟物资上的劣势 我们缠斗的时间越短的话 就越长的话 对我们当然是越不利 你想想看战机的数量 都超过十倍以上 人家是以 我们是以应要挡时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 唯一最佳的时间 看看我们的空军 现在的这个时候 在点验这汉光30号演习的时候 最重要就在于战力保存了 因为现在敌我之间的这种差距来说 是越来越大了 不过说到这一点 大家还记得一件事情吗 这空域当中飞机塞满 什么时候会有塞满过 还记得米格走廊这条空域吧 这条空域当中曾经就有过 米格机加上美军的战机 加起来数量将近百架次 两百架次 把那个米格走廊全部塞爆啦 这个米格走廊 大家听起来这个名词很陌生 我告诉大家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 喷射战斗机 喷射战斗机 在这个空域 全世界全地球加起来 就只有这个地方 是第一次发生 喷射机空战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是被军事史上 界定为是 喷射战斗机 发源地 对战的发源地 真正第一次的大规模作战 就在这个米格走廊 就在当时寒战的时候 那这个米格走廊 你光是看那个地图 你就知道 这个是在朝鲜半岛 这个北韩的西北部 整个东到西川市 西到这个黄海 南到这个新益州 非常接近中国大陆 东北这边有一个安东机场 据当时美军空军飞行员说 他飞到这个地方 天气好的时候 用目测在空域 就可以看到安东机场的飞机的起降作业 而这个米格走廊 为什么会界定这样一个区域 因为当时在爆发寒战的时候 美军跟联合国严格界定 美军的这个飞行员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飞机战斗机 开到越过了 压绿江这个边界 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边界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人在这边已经画了一条线 就是这条线 你不能越过去 你越过去 可能老共的飞机就飞过来了 是啊 很危险 就避免把战端扩大 好 还有一个 前苏联呢 他为了隐匿 不要让联合国知道说 他已经暗中在帮助北韩 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那他要假装说 苏联的东西 苏联的战略机 没有出现在朝鲜半岛这边 所以也尽量飞在这边 那怎么假装 就把飞机限制在这个地方就好了 也限制在那个交界是错 对 就限制在这一带 我说了米格走廊就好了 不要飞到这个 后来的38度线 以及在往南飞 让联合国和美国看到 你苏联已经直接介入 所以等于苏联的战机 就在这个区块来说 也在这里飞行 大家都有所顾忌 美军的战机在这边 苏联的也在这边 然后当时我告诉大家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讲 喷射机的这个 对战的发源地 就是因为当时 北韩用的飞机 大部分是二次大战 很多苏联那个时候 给他们的螺旋桨的老飞机 那你在这边碰到 美军的F-80的 这个流星式的战斗机 那怎么可能对得上 P-51R F-84 你讲的没错 全部都是喷射的啦 根本打不过 所以美军的战斗机 在这个朝鲜半岛 南北纵横来去自如 让苏联看得非常不爽 所以后来就提供了 大量的这个米格机 给这个北韩 那这个时候呢 米格15 有很多的这个苏联的米格15 就放到这边来 那当时在1950年 开始 北韩辉军南宫 打南韩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些这个 靠着这个前苏联的 这个米格战斗机 还真的是势如破竹 那最经典的呢 是在1951年的10月23号 黑色星期二 为什么要讲这个 为什么 在这个米格的这个 走廊这个地方 就是在那一天呢 刚好是礼拜二 所以他们讲黑色星期二 因为美军当时出动了 71架的这个战斗机呢 保护他们8架的 B-29的轰炸机 要到这边进行的 这个轰炸的这个任务 结果你知道吗 71架是哪 怎么分呢 一开始是40多架的F-84 它在这个后面 它在那个 后面保护 我刚刚讲的B-29轰炸机 前面还有31架的 F-86的这个战斗机 在前面引导 到底说71架保护8架 那这样子已经绝对 那绝对可以保护得了啊 到了米格走廊 应该是横行无阻 那绝对是非常安全的啊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呢 前苏联出动的44架的 这个米格15的战斗机 米格15战斗机 当时对这个西方国家 尤其以美国为首来说 还是一个迷样的这个武器 一个陌生的飞机 他们不晓得 米格15的性能到什么地方 所以后来呢 就在这边爆发了这个空战 结果没有想到呢 米格15竟然能够载 自米格走廊上的这个天空 一般来说米格15被认为说 跟这个F86差不多 所以你想当了 F84碰上这个米格15呢 他逃着逃 躲着躲 然后就往旁边跑 这个机队编队都 队形都散了 怎么打仗啊 F84整个溃散的话 但是F86就可以挡得住了 可是F86偏偏呢 又碰上了中国大陆跟朝鲜 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米格机 总共将近100架 哇 差不多 牵制住这个31架F86 再加上那44架的米格15在这边 然后牵制住了他之后呢 又开始把目标锁定在B29轰炸机 结果8架B29轰炸机 被击中了6架 所以也就是说 那6架几乎折损了 有6架坠毁了 折损没有所谓 全部坠毁 所以最后只有两架是 还保存的 对 还有几架 还可以撑着这样飞回来 并没有完全坠落 但是美军 有一架F84的战略机 被击落了 这边被击落一下 虽然美军他有缴出两到三架 击落米格机的这个记录 但是你这样比较起来 得不偿失啊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黑色星期二 让美国人觉得说 非常的这个羞辱 而且感觉是被人家修理 后来美军一直想要研究 这个美格15战斗机 开玩笑一直拿不到 拿不到啊 后来美军的远东司令部呢 干脆悬赏10万元美金 还悬赏钱拿飞机啊 他要撤返这个北韩 头城 你这个飞行员 你只要驾驶米格15战斗机 来到这个南韩 这个境内啊 一定悬赏10万元美金给 在当时是多大的诱因啊 而且美军就用那个 天文数字 他用记住这个天文数字 他还用中文跟俄文跟韩文 三国的语言 印成大量的传单 然后丢在那边投资 果然你知道吗 在1953年9月21号的时候呢 有一个北韩 当时那个朝鲜办法 北韩的这个空军的飞行员 叫卢金席 他真的开着米格15战斗机 飞到了这个南韩境内 就今天的首尔 那时候叫做汉城附近的 一个金浦空军基地 降落了 降落了之后 从机舱出来 让大家吓了一跳 怎么说 后来他 大家第一次看到米格15了 看到米格15了 看到北韩的飞行员 然后呢 后来他的确领到了美军的 奖赏10万元美金 然后美军就把这个米格15战斗机 如获自保 拿回去一直研究 发现说 因为他拿到日本冲城去研究 发现米格15战斗机 他跟一般飞机 很多所有飞机 都会做了一个垂直辅冲的时候 他发现 他不能做超音速的飞行 如果他硬要超音速的飞行 他不能超过0.98的马赫的速度 你意思说超过音速的时候 就会出事了吗 对 他超过音速的话 他冲击波会造成 他严重的飞行控制的震动 所以他就尽量不能超过音速 也就是说飞机很容易会失控了 对 他就不能超过1马赫以上 只能在0.98马赫以下 那也就是说超过 甚至这架米格15会解体啊 但是如果他一定要超过的话 你看飞机不只是震动 他整个米格15战斗机 会反应变得很迟钝 你说可能会失控哦 对 所以他就找到了米格15的 这个 这个 他的一个破绽 后来就研发了其他的战斗机 去针对米格15做掩盖 最后呢 终于不怕这个米格走廊 我们注意啊 米格走廊当中 居然有这样子喷射机 第一次的大规模的对抗 但是说到对抗 大家记不记得 8年抗战 但现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却喊出了 14年抗战呢 我们休息一下 来讨论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